海军力量的发展同样很重要 尤其对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国家来说 发展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一看外来国家的挑衅 从当前的海军力量对比来看 最强的国家是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国 已经在海军力量方面达到了制霸全球的地位 仅至于美国的俄罗斯同样也拥有不熟的实力 虽然没有现役航母 但俄罗斯庞大的核潜艇体系同样有超强的力量 与美国相较量绝对不占劣势 在这种海军力量的对比之下 我国明显要薄弱许多 我国的海军力量发展的确岂步有些晚 但是速度会很快 短短几年的时间 我国已经有了两艘航母正式投入使用 虽然这两艘航母在动力方面不如美国的核动力 但也有不熟的表现能够保证我国海域不受侵犯 除此之外 我国拥有更加先进的反舰岛系统 所以在守卫本国海域方面绝对的能够占有优势 不会惧怕任何力量的侵劳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我国在海军力量 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能可以获得主权完整 不过航母的存在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国家的海军力量强落 在远洋作战过程中 航母的作用极大 能够承载众多战机 将本国的空军力量带到战场上 从而给对方带来空中打击 如果我国万一哪一天展开较量 也许整体的能力 也许并不如美国 但是我国现在已经积极地展开了海军力量的发展 在不久之后将会出现地山收航母 而美国也非常好奇 中国把地山收航母插哪儿了 美国调动卫星 一个发现轰动全球 美国发现了什么呢 原本美国想通过卫星 来找到中国研发地山收航母的地方 当前也有很多消息传出 我国的地山收航母 应该会在江南造船船进行引发 美国在关注这个造船船的时候 就发现我国的江南造船船 已经扩建了60%以上 而且扩建的同时 也有了强大的生产力 目前有是山收军舰同时建造 这种实力绝对是世界上少有的 就连美国在当前仍然达不到 同时建造这么多的军舰的水平 所以这种实力诸一震惊全球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我国建这么多的军舰 是为了扩充本国的海军力量 其实这只是一方面而已 而这其中建造的军舰 有相当一部分会运往其他国家 因为我国造船船的发展 已经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每年都会有大批的造船订单来到我国 所以我国的造船厂也是在不断的扩建当中 为其他国家服务帮助各国发展海军势力 由此看来 我国虽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但是造船厂已经得到了扩建 这就意味着之后的发展中 我国可以利用本国最先进的造船厂 来不断的研发更多先进的海军武器 而第三艘航母也必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建造出来 也有消息表示 中国的第三艘航母将配备核动力 这也的确值得我们期待 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军事力量的综合发展 在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的同时 也能够保证国家的安稳 虽然海军力量薄弱 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好欺负 要知道我国的综合国力 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三位 所以在世界上都占有领先地位 这更成为了我国维护主权的一个凭借 在获得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国必将会有更多的突破 未来的海军力量还会有更多提升 而这些方面的举措 终将给本国带来更多的提升 使得军事力量得到充分发展 众所周知 从二战中 美国就利用航母来打仗 所以在后期的和平的情况下 各国纷纷想要发展航母 但由于制造航母需要有着大量的 技术型人才和大量的资金 以及美国对外大势宣扬航母的无缘论 这让很多国家对航母望而却步 而我国无视了美国所发表的航母无缘论 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 经历了重重的磨难 让我国成功地成为了 除了美国之外 第二个拥有双航母的国家 特别是第二艘国产航母的服役 更是让国人兴奋不已 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 我国这两艘航母身上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却发现 国产航母每次在试航的时候 为何要在海面上画个圈 庄家说出实话 透露出一个重大巡航 据报道称 我国的国产航母在韩式的时候 就在大海上画了一个大圈 并且航母在海面上画出的圆圈 非常的标准 基本上与原规所画出的图形不相上下 优致可以看出 国产航母有着非常高的机动性能和操控性 不过虽然这一表现可以看出 这艘航母有着优越的机动性能 但是却没必要 每次都在海上画这么个大圈圈 甚至长期以往 很多人甚至觉得 航母这时候画圆圈 是在训练躲避外部的攻击 这次庄家说出了实话 庄家表示 航母在大海上画圆圈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包括了威廉姆斯回旋 安德森回旋和驱逐舰回旋等 而国产航母在海面上所画出来的标准圆圈 这是最为正宗的安德森回旋 因为只有安德森回旋 才可以画出最为标准的圆形 这样的圆形是没有法躲避敌人的攻击的 一般航母想要躲避敌人的导弹 鱼雷攻击之类的 都会使用舌形航行的路线迅动 所以说安德森回旋 与躲避训练没有是好的关系 而安德森回旋 主要是对航母所能够进行的 最高强度的转弯程度进行测试 它的最小半径 对水面战舰和潜艇的安全 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因为在敌人对航母发起攻击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考虑到航母的转弯能力 以便提前的进行准备 来增加命中航母的几率 所以为了安全着想 安德森回旋的各种角度细节的数据 也被各国给当成了重要机密 除了这个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德森回旋在试验室 主要还是要查看在试验室 会不会给航母上的舰载机之类的造成影响 要知道航母和甲板上和仓库上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被紧紧的固定住 像那些战斗机机油之类的 是不可能将其用力固定住的 毕竟这些含载的机 随时都有可能出动任务 一旦固定住 在突发任务时会造成时间的浪费 所以说这些舰载机和油类之类的 都是不可以用绳制固定住 而安德列回旋就是为了测试舰载机 在航母倾斜到哪种角度 才可以安全起飞 安全降落 甚至在航母倾斜的时候 可以保证航母上面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不会因为倾斜而滑入海中 所以说安德列回旋 是航母必须要熟练操作的机能 可以看出我国的国产航母 完全达到了军院标准 在航行的状态下 航母带协调性和安全性 都达到了必要的指标 航母作为常规武器中 威力最大最复杂的武器系统 堪称一国军力乃至于中和国力的象征 所以每一艘航母的下水和服务 都会引发全球的关注 去年年底 我国首收火场航母山东舰正式服务 标志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上 少数几个可以独立制造航母的国家 同时山东舰还和辽宁舰一同 组成双航母编队 令我国海军实力大争 全国人民欢呼雀跃 美国虽然是单之无愧的超级大国 但近年来颓势已现 在其营以为傲的军事领域 在多个高新武器的研制上 已经落后于少数几个 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 如果在航母领域也被超越 那么美国恐怕再也无法保证 至极的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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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